我这么一个人就做贴死鬼 我感觉到非常的羞耻 谢谢何明先生点评 说到国家安全 我们再说到美国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担忧 今天早上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就讲到之前美国限制高端芯片 对于中国的出口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隐患 现在国会认为不仅仅是高端芯片 落后的芯片老一代的芯片 也不能让中国人长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个中国问题调查小组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们现在是写信给拜登政府认为 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遏制中国在制造老一代芯片方面 可能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 之前在节目中我们也为大家介绍到 高端芯片现在在人工智能 在云计算 在网络间谍活动中有很多的应用 但是在消费电子产品在汽车在家电 还有在国防工业中其实更多采用的是我们叫做老一代的芯片 或者是成熟的制程芯片 美国国会认为呀 不能光看高端的技术 就是这一些成熟的技术 如果让中国掌用 并且处于供应链中的某一种支配地位 也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那我们说新的芯片可以对中国进行禁运 老一代芯片到底应该怎样防止中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呢 那么目前呢 这一封信是寄给了白宫 以及拜登政府的商务相关的官员 希望他们可以动用关税的武器 进一步限制中国对于老一代芯片的获取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呀 美国出现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思想先去报为大家介绍到 就是工具是十分有限的对付中国 关税呀曾经动用过 但是效果怎样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 不过说到效果与当时的初衷反向而行 这个周末还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之前我们特别关注到英伟达这样一家企业 是面对美国对于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 不断是生成各种中国特供 但是现在英伟达的这一些中国特供 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本土的客户 对于这一些中国这个特供啊 不那么感兴趣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产品等级较低的 不是那么处于一线先进的芯片 中国现在本土的制造商也可以制造了 因此像阿里以及像腾讯这样的企业 他们现在已经告知英伟达将检购他们这一些中国特供的芯片 而转向本土替换 从华为这样的买家购买 想要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消息 这个是来自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就是英伟达像腾讯啊阿里啊这些公司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送去了一些他们这个又阉割过一版的这个阉割版的人工智能芯片的样本 那么腾讯和阿里啊拿着这些样本芯片呢做了一番测试之后决定啊 他们今年向英伟达订购的芯片将远远少于先前计划购买的数量 目前英伟达是自H100H800这些的人工智能芯片那被禁止向中国输出之后 英伟达的CEO黄仁勋啊他也表示仍然不放弃为中国开发合规的特供版的芯片 虽然最新款的这个H20系列渴望获得对中国的出口许可 那这款的芯片也面临着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些中国的云计算大客户阿里腾讯等等 他们没有积极购买这样一款芯片的意愿了 那黄仁勋也坦言他们在中国内外都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包括华为啊包括英特尔以及不断壮大的那些半导体行业的初创 公司这一些都对英伟达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严峻挑战 那华尔街日报他们也就强调说从长远来看呢 中国的买家不确定英伟达是否有能力继续向中国的这些买家供货 因为啊美国的监管机构也承诺会定期审查芯片的出口管制 就是未来就像是一起磨高一尺到高一丈的这样一个猫捉老鼠般的游戏 那进一步的限制性能也可能是会发生的一件事 而中国科技公司目前也在修改业务的战略 以应对未来较难获得英伟达产品的情况 也避免未适应新芯片而不断调整技术这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 目前中国的云计算公司中有约80%的人工智能芯片是来自英伟达 而这一比例据分析有望在未来五年的时间中下降到50%至60% 未来美国芯片管制的收紧也将给英伟达这家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带来巨大的压力 这个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 但是我看到这篇文章我突然想起 目前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应该是新加坡都对中国的游客免签了 那么英伟达的芯片在这些国家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掀起某种新兴的灰色市场 让人肉从这些国家向中国带回没有限制的芯片成为某种可能 过去我们这个ICT和这个GRE的考试在中国大陆没有考点 在新加坡香港专门有考试游网考试团游 甚至还为这个考试的中国的留学生定制特别的这样的餐食 能够补脑帮助他们考出好成绩 未来不知道在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会出现芯片购买油 那么专门的组团去买芯片 特别是很多游戏的玩家可能对于受到限制的英伟达芯片格外的感兴趣 但是整个这篇文章中呈现的信息啊 我觉得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在美国对于中国的芯片的禁令之下 似乎对于中国本土替换的速度反而是更一步促进了 那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这一款A100芯片 现在在中国国内有没有很好的替代品呢 虽然人工智能芯片领域英伟达仍然在中国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市占率 但是根据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巨头驯飞的说法 华为现在开辟的叫做Asand 910这一款AI芯片 其实呢性能已经和英伟达的A100十分接近了 那么未来随着本土竞争的加剧 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萎缩 与此相关我们今天在中国简报也特别为大家介绍 根据杰弗瑞的估计 iPhone手机的销售量可能会在明年出现两位数的下滑 今年呢这一款最新的iPhone手机在中国首月的订购量就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而根据来自杰弗瑞的分析报告 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可能在明年要达到三千五百万部 这会对于苹果的市场构成极大的一个挑战 不仅仅是华为自己在5G手机上的突破 华为可能在软件生态上在明年也会宣布更多的记忆 那这样呢有很多的APP可能就会为华为的软件生态系统专注 我们的开辟进一步挤压iPhone在中国的市场 何明先生怎样看待啊这样的对于中国的科技的限制 似乎反而是加速了中国本土替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嗯其实我们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大棒的这个这个力量啊 我们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有利 每一次我们当报道说啊 这个美国要宣布限制中国什么什么公司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 我们的观众啊非常的关心 现在美国的任何的行为 我们几乎都是没有遗漏的报道 但是大家几乎就没什么反应了 原因很简单 经过了几年之后 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大棒的力量 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 美国人的看法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角度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产品 尤其是芯片公司 在中国的销售大概占了他们的利润收益的 百分之二十或者甚至百分之三十都有的可能 那么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对于一个公司来讲 意味着是什么呢 几乎是一个生命线 假如这样一个百分之二三十的这个收益 在中国市场丢失的话 它在全球或者在竞争力就会无法的想象 那么昨天我们在这个今日华尔街的六多的辩论里面 做了一个模拟的这样一个辩论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非不过是发生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美国非常成功 通过这样一种围堵 这样的限制 这样的制裁 让中国的技术的进步 在模型领域里面延耗几年时间 这种是阻止不了的 但是可以延耗几年时间 这样的话减缓对美国的竞争力 这是第一个目标达到 第二个是呢 反而全部丧失了 正是因为这种做法反而推动了中国本土的这种科技的研究的进步 那么假如是耗者的话 就是灭顶之灾 假如是前者的话 就是胜利 但是因为战场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还只能说 两者一间 你们都听一听 看一看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